各位灾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大家好 前两天我讲了台湾经济 讲了过去二三十年 人类的科技产业创新等等 非常开心 我发现很多人对我提出很多问题 包括有一些人也有好多人赞美我 我感到非常开心 同时也有一些观众说 大政党能不能讲多一点 更多了 但我可以讲更多 但是请大家先转发关注 我要把我的这个节目流量高一点 我才讲这些东西更有动力 更有动力 或者你提出什么问题 有趣的问题 然后我来回答你 我更有动力 或者说你赞助我 那我就更好了 有钱赚了 否则的话 因为我现在工作很忙 真的很忙 没有多少时间浪费的 前几天有一个美女约我见面 我都不见了 你说他你真的是忙疯掉了 我跟那美女见面 那美女也不跟我上床 我见她干嘛 不浪费时间吗 我请她吃饭干嘛 不浪费时间吗 你说 难道你你认为我是那种 见到一个女的就想请人家吃饭 就想干嘛干嘛 我不是那种人 是不是 见到一个女的就要追求 疯了 好 我现在讲这个评论 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这个人说什么 说 其实大部分人的意思都懂 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方面的优势 它独霸 它是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 世界民主国家马首四三 这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你突然美国的伟大 把不具备那么多优势产业的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 推定为美国附庸 靠美国施舍 自己没多大前途 说这不就是小粉红的见识吗 日韩台 英法德 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不是美国的附庸吗 你告诉我 事实就是这样 你敢反对美国吗 英国能吗 法国能吗 德国能吗 欧洲能吗 这叫小粉红的见识 你以为你跟美国平等的 我跟你讲事实 你跟我说这小粉红的见识 有兵 那小粉红还说过 共产党打台湾 如果美国不来的话 共产党一定能占点台湾 你听说过 我有一句话反驳他的观点了吗 我这个人 我承认的是事实 我用 我讲真话 我不会跟你讲 台湾放心吧 台湾的军事力量 可以打败中国了 共产党来不怕的 可以打败共产党的 就靠台湾 我能够打败了 那不是骗你的吗 是不是骗子 如果我跟你讲这话 你认为我是不是骗子 我跟你说 台湾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最幸福的国家 最发达的 全世界人都想移民台湾 你听了是不是好听 那我问你 我是不是骗子 我说过台湾是比中国发达 比中国自由民主幸福 人民活得好 我跟你实话实说 就相当于我跟你说 你赶快该打钱 打钱 该赞助赞助 该那个加入会员 加入会员 对不对 我上来我跟你骗你 哎呦 我骗你 不好意思 没必要骗 心里面想什么 说什么呢 哎呦 等一下 就像我说那个 喜欢台湾自由民主的呢 我当然喜欢啊 难道我喜欢朝鲜独裁 中国独裁 实话实说 你想想我讲的是不是实话 哪一就是假的 我去要骗你嘛 你告诉我 就是我这么诚实的人 这么真实的人 竟然还整这个留言 给我震惊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 他说 例如台湾没有的台积电 就是马来西亚 真的是这样吗 像马来西亚 真的那么不堪吗 一个国家条件 不像美国 就没有理由 活得有盼望吗 台湾当然很荣幸 有台积电 但没有的话 就死路一条了吗 请问四小龙时代 有台积电吗 至于没台积电 台湾就完蛋了吗 我进来讲一讲 四小龙时代 你没有台积电 你之所以能成为四小龙 是因为那是1980年代 美国今天的经济支柱 是金融业 科技业 五十年前美国的经济支柱 是汽车业 不矛盾的 五十年前美国是不是 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是啊 但能够证明 今天美国如果还是靠汽车业 还是靠生产什么钢铁 生产高楼大厦 船只 火车 铁路 美国如果还是靠这个 美国不玩的吗 五十年前有谷歌吗 有微软吗 有苹果吗 特斯拉 亚马逊 全没有 时代在发展 你用进步的眼光去看 变化 这个世界在变化之中 你之所以在1980年 你能成为亚洲四小龙 那个时候没有台积电 台积电还没有成长起来 是因为那是那个时代 那是1980年 就这么简单 你靠这个代工 呃 产业转移 然后家家都是工厂 就完全大规模生产 就出放营经济 钢铁业啊 各种高污染 高能耗 这个劳动密集新企业 全部都上 什么都生产 那是1980年 你今天再干这个 今天这个活中国也能干 再过几年越南也能干 你跟他们竞争了 再过几年印度也能干 如果你还是靠生产这个壳子 你跟印度竞争了 你这你国家就完了 那是因为1980年你生产这个 那还行 说四小龙时代有台积电嘛 如果你的产业永远都像1980年一样 你真的就完蛋了 就像墨西哥的呢 墨西哥就是失败的例子 他没有上去 原来墨西哥是比台湾发辣的 我昨天我讲了说 墨西哥1980年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不了解 许多人今天一想到墨西哥 全是毒贩 非法移民 偷渡到美国 你的这种印象 基本上是在最近30年40年 因为墨西哥在1980年代经济崩溃了 为什么崩溃 美国澳战结束之后 产业转移 大量的产业就近转移到了墨西哥 有的就到日本到欧洲 墨西哥从1950年到1980年 经济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 但是他没有完成产业升级 就像台湾 台湾如果今天没有台积电 产业不升级 还是靠生产个螺丝 生产个什么方向盘 生产汽车 汽车零配件 生产什么碗 塑料 还是靠那个 台湾你就完了 你就是墨西哥了 工资永远涨不上去 当时产业转移 就亚洲四小龙起来的时候 就是产业再次转移的时候 1950年60年 美国产业转移到了欧洲 日本墨西哥 到1970年80年 开始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这个时候墨西哥的产业呢 也走了 也走了 因为到台湾 到韩国了 韩国 台湾 香港 包括新加坡的产品 更有竞争力的 国际竞争力 美国就不需要再采购墨西哥了 美国就采购台湾了 所以在1990年 你来到美国 大量的是台湾制造 那么墨西哥怎么办 大量失业 大量失业 农民没有了工作 一个是农民没有土地 为什么没有土地呢 因为有钱人把土地都买了 这个叫做土地兼并 然后有钱人 买了之后再租给你 所以叫地主 类似于城市里面 这房子都让有钱人买了 然后他出租房子给你 你现代经济不就是这样 这些穷人没有工作了 失业了 怎么办 偷渡来美国 就这么讲 你以为一个国家 从兴旺发达到左将贫穷 有多么困难 就偷渡来美国了 人家们就贩毒 找不到工作了 那还能咋弄 你让他咋办 台湾如果没有台积电 没有这高科技产业 全靠你生产什么 那种 简单的工业品 就相当于特斯拉里面 70%零件 方向盘 玻璃 后置镜 还有这些什么 这应该叫什么塑料 还啥玩意 包括话筒 音响 完了 完了 马来西亚也能干这个 中国也能干 你跟他怎么竞争 所以台湾1990年 当产业再次转移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面临停滞 所以在1990年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1990年我也没去过台湾了 我从来没去过 我都知道 产业转移 那你以为台湾只是特殊的一个吗 这个事情在韩国发生 在日本发生 在墨西哥发生 在美国也发生 在英国 法国 德国 经济规律是一样的 即使是中国 它是共产国家 它的规律也是这样 它不会改变 中国你现在 就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可能还是中国生产的 但再过几年 这玩意儿就越南生产了 我的衣服 这个衣服就越南生产 经济规律是它无法阻挡的 就产业转移 是无法阻挡的 那么台湾1990年面临的问题 遇到了问题 中国现在它也会遇到 简单的就是 外资企业走掉 就外资进入你的国家 创造了你的国家就业 买地盖场 然后当它走掉的时候 一地鸡毛 有污染 失业 全部留给你 你怎么办 你银行的贷款怎么收回 那个老百姓买了房 他还要贷款30 30年房贷 结果工厂搬走了 他怎么交房贷 一系列问题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 就是1990年台湾面临的问题 但是台湾面临的问题 比中国还算好一点 为什么了 因为当时1990年台湾经济转型 包括韩国他们经济转型 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下水道 就它的低端产业还可以就近去中国 比如说这个产业低端了 台湾已经在韩国已经没法干了 那我就搬到中国 搬到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离得近 正好搬过去 搬过去之后 我还能靠这个赚钱 我还能靠这个赚钱 然后再把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市场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失业嘛 这个时候失业怎么解决呢 就是发展新的产业 比如说娱乐业啊 拍电影啊 什么半导体啊 内存啊 屏幕啊 面板啊 就是 汽车 各种乱七八糟的 更 技术含量更 更高了 来 通过这个 来吸收就业啊 那还是说有好多人 还是干不了这些东西 怎么办 这个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内心 就会有 大量的人口 从事服务业 啥叫服务业 你高科技这帮人啊 赚钱 你要吃喝拉撒吧 你要看电影吧 你要各种娱乐吧 因为你已经是高收入了 你得有各种玩意吧 你要买房吧 买车 找旅人 找男人 养老院 就各种开销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 那些普通的老虎大众 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 为你服务 产生了经济循环 除美国之外的 所有国家都是这种经济循环 都是从赚外汇 美元 有的美元 进入这个国家经济体系循环 全这样 所有国家都这样 所以美国是核心了 中心了 你没有美元 你没有美元 这国家就完了 瞬间就完了 根本在国际市场买不到东西的 你不要以为说什么英国 法国 德国 他们还能买到 你拿金棒到台湾买台积电的芯片 你疯了 拿欧元去买 拿日元去买 台积电能认吗 你去中国买一个这玩意儿 你不是美元 你都买不到 必须美元 否则不会 不认 因为你别的人民币 日元 港币 台币 还是英镑 欧元 都是废值 都是废值 你没有他 你没有他 没有美元 你怎么到国际市场 买石油 买天然气 买煤炭 买你需要的东西 你一个国家 你需要的东西 就进口商品 全是美元 所以许多人 有了种思维 说 我家里面不怕 我家里面有矿 有矿产资源 反正我肯定付 错 买东西是要靠美元买 你卖东西呢 也要靠美元 我现在家里面有石油 有天然气 我卖 你卖到国际市场 如果美国制裁你 美国说 你不准使用美元 完了 彻底完了 这就是古巴发生的 这就是古巴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朝鲜发生的事情 美国说 古巴朝鲜 你是我的敌人 你不准使用我的货币 完了 古巴的这些资源 他能卖到国际市场吗 卖不到 没有人买它 因为没有美元 没人敢买它的东西 因为 不准对它使用美元 美国制裁华为 为什么零呢 美国制裁华为 美国说 所有企业 跟美国有关的 不准跟华为做生意 立马完了 他立马完 你不仅仅是说 美国的企业 不能跟他做生意 美国说 只要跟我有关的 都不能 你哪个不用苹果电脑 哪家不用Windows电脑 哪个不用互联网 哪个不用 就那些 美国的那些工业软件 美国说 只要跟我有关的 都不准 跟华为合作 所以台积电 索尼 欧洲的 还什么奔驰宝马 都不跟他合作了 美国就这么强大 平等 哪来平等 你制裁华为 你咋制裁 你怎么制裁 你制裁古巴 怎么制裁 你怎么制裁 之前 讲那个叫做面板产业 那个我说错了 说错对象了 那个面板产业是什么 是三星跟那个台湾 几个面板企业 搞了一个秘密协定 后来被三星 告密 揭发 当物联证人 然后到美国来 告状 就因为这个事情 美国把台湾 几个高管 给抓起来坐牢了 为什么美国 有这个实力 你让墨西哥 搞个反垄断法 抓你坐牢 能吗 美国不仅仅 对台湾 对韩国这样 美国对 法国企业 德国企业 英国企业 加拿大企业 全这样 全是这样的 美国 你不要以为美国就制裁中国 天 美国就制裁 朝鲜 古巴 活在这什么样的世界中 美国 美国制裁了 加拿大 加拿大彭巴黎 彭巴黎是干嘛的呢 是加拿大那个一个黄金企业吧 就 明星企业 造飞机的 被美国制裁 被美国制裁之后 他就彻底完了 美国市场拒绝他 对他征收高额关税 瞬间他就完了 因为没有了美国这个大客户 他就完了 就完了 就像台积电的呢 美国假设对台积电进行制裁 说 不准买台积电的东西 不仅仅我不准买 所有跟我有关的 都不准买台积电的 不准台积电使用美元交易 瞬间他就完了 就今天他还很好 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企业之一 明天他就完了 那美国可不可以 美国总统就一个命令制裁 可不可以 美国法律赋予美国总统这个权利 真的 美国总统对华为制裁就是这样 行政命令下来就可以了 对你征收关税 对中国征收关税 对哥伦比亚征收关税 美国总统的权利 这是他的权利 所以他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美国总统 人家说过一句笑话吧 美国总统不能够改变任何一个美国人的命运 但是他可以改变地球 外国人的命运 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一句话就可以 美国总统他可不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日本人的命运 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 加拿大人的命运 可以啊 他一个命令 对加拿大的商品增加关税 瞬间那就完了 他那个产业瞬间就完了 没有竞争力的 没有 而且一旦美国对你增加关税的 所有别的企业主动跟你保持距离 因为他 因为他一看知道 你被美国给盯上了 因为我要再跟你合作 我这个风险就高了 银行也不会向你贷款了 因为银行说你被美国制裁了 我干嘛还还给你贷款 彻底完 根本不需要派逼士兵 这个战争 根本不需要 所以美国 有人说美国为什么 全世界要听美国的 实力太强了 你怎么能不听呢 你除非你是外星人呢 好吧 拜拜 拜拜